恭喜刘顺文是 这队获得了第二轮的胜利 感觉这场比赛 比上午的比赛好像激烈不少 对 随着这个对手也是会 越来越强一些 然后加上对手的这种 技术特点啊 包括拼劲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了解 然后上来一开局 还是打得有一点懵 对 然后后面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 五位失误太多了 所以造成前面三局 这个比分就很纠结 其实第二局 当时发球失误的时候 看你转身那个表情比较懊恼 当时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我觉得其实对手的球吧 是有一些质量 但是我觉得还不足以能够 就是打透啊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这个节奏 不太好 五位失误太多 然后人有点急躁 就老是想能够打出 很好的状态和很好的球 其实我觉得 还是要能够放下心态来 一分一分去打 然后后面还是想 前提是要先赢一下比赛 对 因为对手也 那个阵中也是有之前 那个国家队的队友嘛 云海娇 那他这个布阵是在赛前的预期中吗 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 也更想让年轻的队员上来拼一下吧 然后因为说实话 我们对他们的球的特点 不是特别了解 可能如果是拼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威胁吧 好 谢谢刘叔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